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马太美国史》,我们接着来讲近代朝鲜的开国 上次我们说到日本对朝鲜进行了殖民化,那么这种殖民化自然就会引起朝鲜上下的反抗 在保护条约递劫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兵斗争 起因是1906年5月11日,原礼陶参判民宗旨的起义 敏宗旨他从二月起就开始活动,5月份就袭击了中青南道的兰浦 之后呢,他麾下的队伍扩张到了1100人左右 进军洪州,驱逐了宪兵和日本侨民 那么日本的宪兵队和警察立刻就发起了攻击 敏宗旨他顽强抵抗,直到日军出动了步兵两个中队,骑兵一个小队 造成敏宗旨这边死伤80人,被俘150人之后,他们才逐渐的败退 10月份,敏宗旨被捕 进敏宗旨之后,崔一璇也发动了起义 1905年11月29日,崔一璇上书弹劾武贼,要求废除保护条约 1906年5月23日,崔一璇起义 向日本政府送去了名为《弃心卑弈十六罪》的声讨书 6月4日,崔一璇进入到全罗北道的泰人 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保护国的大韩帝国政府,已经变成了傀儡政权 所以上书活动已经没有了意义 崔一璇的部队袭击了各地的郡衙,获得了军用资金和武器 规模扩张到了1000人 11日,崔一璇的部队在纯昌和镇围队遭遇 战斗持续了数小时 崔一璇他希望和日军战斗 和他眼前的敌人却是大韩帝国的军队 他呼吁双方不要骨肉相残 但他的对手不予理睬 崔一璇只好解散了一兵 最终呢,崔一璇与直到最后 也不肯离去的13名部下一同投降 8月份,崔一璇和他的弟子林炳赞 一同被拘押在了对马 崔一璇拒绝吃日方提供的食物 最终绝食而亡 当时是1906年12月30 那么最让一同伯文害怕的 就是义兵和朝鲜民众的河流 崔一璇在灵鹫运到草粮的时候 街道瞬间就被朝鲜的男女老少所淹没 据说当时人数达到了一半之重 商店罢市已是哀悼 学生来到街上,叩头痛哭 这种景象正是奉行儒教民本主义的 德高望重之人所希望看到的 那么义腾博文就采取了怀柔政策 先对敏宗职处以发配 之后在12月份特赦释放 但是他的这种怀柔策略 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义兵仍然在各地兴起 局面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 在全楼南道有七宇万 在全楼北道有江戴天 在庆上北道有正恩基 正恩基战死之后 他的父亲郑患直继续战斗 那么义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不断的壮大 其中呢 以清上北道和江源道接壤处的 日日山地区为中心活动的 平民义兵将领 申食时尤为著名 此时还诞生了很多其他的 平民的义兵将领 这是这一时期义兵运动的一大特征 实时时非常的勇猛 他的部队发展到了3000人的规模 和日云展开了持续的游击战 毫无疑问日兵运动 就是一场恢复朝鲜国权的运动 那么在汉长等地呢 朝鲜的近代知识分子 也掀起了一场爱国启蒙运动 黄城新闻的社长张志渊的社论 适日也放声大哭 宣告了这个运动的开始 爱国启蒙运动 是朝鲜各民族团体和舆论界 以教育振兴 职产兴业为口号 以弘扬民权作为基础 传播爱国思想 为恢复国权 继续实力的自强运动 在热战争正激烈的 1905年5月24日 李俊 尹销定等人 就建立了宪政研究会 主张君主立宪制 虽然这个团体在不久之后被解散 但是次年4月14日 以宪政研究会作为母体的 大韩自强会再次成立 会长呢 是尹志浩 张志渊 尹销定等人 他们担任评议委员 爱国启蒙运动 自此走上了正规 大韩自强会 把主要的经历 都倾注在了启蒙运动上 认为要想振兴教育 职产兴业 内养祖国的精神 外习文明的学术 乃是当下最急的要务 当时还诞生了很多类似的团体 具有代表性的 包括西北学会 几乎学会 乔南学会 关东学会等等 虽然他们被称之为学会 但是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学会 意义不同 主要指的是启蒙团体 这些学会呢 大多数是按照地区组织起来的 这是这些学会的一大特点 这表明在朝鲜 一个地区会因为民族主义的影响 而聚集在一起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也意味着会产生地方主义 另外朝鲜的流日学生 也建立起来了类似的团体 像太极学会 大韩留学生学会等等 另外朝鲜的各报纸 也深入参与到了爱国启蒙运动中 像《黄城新闻》 《帝国新闻》 《大韩每日申报》 这些报纸都具有代表性 统监府在原则上 是禁止学会参与政治活动 打压反日的言论 但这些报纸呢 仍然非常谨慎地开展反日言论活动 不过日俄战争时期所制定的军律 一直管制着报纸的言论 一直持续到1906年10月 1904年7月18日创刊的《大韩每日申报》 这是由英国人佩瑞担任社长 这个报纸呢 利用制外法权 就成为了反日报纸的领袖 梁启夺担任总务和编辑 1905年8月到1907年末 主笔是由朴英直担任 后来又由从《黄城新闻》转来的 申采浩担任 当时朝鲜 其他报纸的总发行数 勉强超过8000份 而《大韩每日申报》 在1908年5月期间 光汉文版和韩文版 一共就发行了13000份 那么朝鲜本土的东学 也深入参与到了 爱国请问运动 第三代教祖 孙炳熙 在1906年1月23日回国 改东学为天道教 回国之初的孙炳熙 原本是和伊金慧协同步调 但当他看到批判伊金慧 为卖国团体的声音 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 他就在9月份 将李荣九租出了宗门 和伊金慧断绝了关系 李荣九随即就创立了士天教 东学自此发生了分裂 在义兵猛烈攻击伊金慧的时候 天道教被与伊金慧混为一谈 而遭受到了重创 天道教通过近代化的教理和传教活动 独自继承了启蒙运动 而伊金慧则相信和日本的合并 才是朝鲜的生存之道 因此伊金慧在主观上 认为自己是爱国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而国民新报是伊金慧的机关报 而另外一场象征着朝鲜爱国启蒙运动的 恢复国权运动 就是国债报偿运动 1907年1月31日 位于大丘的出版社广门社 它的代表金光记和徐向敦就号召国民捐款 偿还日本1300万日元的贷款 这就是国债报偿运动的开始 这个运动主要是呼吁2000万朝鲜人 每人每月捐出20钱的烟钱 这样一来 只要三个月就能够还清从日本的借款 金光记等人发布的国债报偿去纸书 就被刊载在了《黄城新闻》 《帝国新闻》等报纸上 国债报偿运动就成为了全民运动 当然朝鲜人除了捐出烟钱之外 有人还捐出了戒指 贵重金属 饭钱等等 这些捐款由大韩每日申报所成立的 国债报偿志愿金综合所统一管理 虽然当局呼吁停止这项运动 但是这项运动一直在持续 当时在汉城 这里不仅是国民的热情高涨 同时也是暗杀的传闻满天飞 殊杀武贼的运动正在玉鸟之中 其中罗音勇 吴季浩等人组织的资金会规模最大 有30多名同志 他们计划对武贼 实施有组织的暗杀行动 他们原本计划在1907年3月25日 一举暗杀这五贼五名大臣 结果暗杀失败 整个计划浮出水面 原来宫内大臣李荣泰等公共势力 也参与了暗杀计划 并也为资金会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 在一片骚乱的社会背景之下 一丁会就试图推翻 朴七纯的内阁 亲自建立政权 在获得了伊藤伯温的准许之后 一丁会在5月22日至56日 就任命了李完勇为义政府参政 任命了一丁会的宋炳俊 为农商工部大臣 新内阁从此诞生 但是他傀儡的性质 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在义兵运动 国债报床运动高涨的同时 朝铅高宗仍然在继续着他的密室外交 伊藤伯温为了阻止高宗进行密室外交 他在1906年7月6日就颁发了公禁令 规定没有警务顾问部的许可证 任何人不得进入皇宫 但即便如此 高宗依然秘密召见了外边的官员 1907年6月 荷兰海牙召开了万国和平会议 倡议者是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一直对俄国抱有很大期待的朝铅高宗 他就任命了原义政府的参赞 李象奇和李俊 李伟忠三个人为密室出席会议 之所以派密室出席 是因为日本从中百般的阻挠 大汉帝国并没有受到正式的邀请函 李俊曾经担任过宪政研究会的副会长 后来又任平律院的检士 曾经参与了国债报场运动 6月24日 这三个人就到达了海洋 他们要求参加会议 结果没有得到许可 不过三个人在同时召开的 汇集新闻界人士的国际协会上 得到了发言的机会 7月8日 擅长英文的李伟忠作为代表 发表了康慨疆样的演说 斥责保护条约无效 控诉日本的不法行径 这次名为韩国的控诉的演说 和李伟忠的照片一起 被刊载在了各国的报纸上 可是即便如此 密使外交仍然不被列国所接受 14日 心灰意冷的李俊 在病痛中客死他乡 他的死 被朝鲜的民间称之为 悲愤而死 很长时间都有传言 说他是自杀 同一时期呢 赫尔伯特也来到欧洲 和三密使合力向长社的仲裁法院提出诉讼 但他们的希望再次成为了抛育 伊藤伯文在6月29日 接到海牙密使活动的消息之后 他非常的愤怒 7月3日 他会见了朝鲜高宗 斥责高宗的行为是阴险的行为 说这是宣战行为 以此来恐吓高宗 紧接着呢 伊藤伯文又对总理大臣李完勇进行了威胁 要逼迫高宗让位 伊藤伯的宋敏俊 也逼迫朝鲜高宗 说他如果不让位 只有三条路可以走 自裁 直接向天皇谢罪 或者是战争 那么讨论持续了数天 最后呢 朝鲜高宗孤立无援 只好同意让位 让位仪式在7月20日举行 由黄代子李旨继位 视为朝鲜纯宗 听到高宗让位传闻的汉城府民 在18日晚就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次日呢 国民决死会成立 全城到处都是弹劾内阁大臣的演说 40名士兵逃出了示威队 和日本警察在中路发生了枪战 死伤了30多人 医定会的机关报 国民新报的报社也遭到了袭击 为了镇压这场运动 伊藤伯文甚至出动了一个混成旅 高宗让位的二十日 整个汉城处于霸市的状态 数万府民组织集会 烧毁了李完用的府邸 示威队的部分士兵 击击了中路的巡查派出所 而平壤也是如此 商人罢事 集会演说 警察遭到民众投掷石块 21日 日本新兵端出了机关枪 严禁集会 而武贼中的李芷荣 李根泽的府邸 仍然被烧毁了 虽然出现了种种骚乱 但是伊藤伯文 仍然果断地采取了下一步的动作 7月24日 第三次日韩协约也被称之为 丁卫七条约 正式递解 按照这个协约 日本完全掌握了 用统监所领导的内政指导权 法令的制定 行政的施行 官吏的任免 都必须得到统监的同意 日本人可以直接担任 大汉帝国的官吏 日本顾问就成为了 大汉帝国正式的官员 互换秘密的备忘录 内阁各部都必须配备日本次官 由日本人担任新设的大省院院长 和检视总长 控诉院 地方法院 也大量的聘用日本人 担任审判官和检察官 除了守卫皇宫的一个大队之外 其他大汉帝国的军队全部解散 这就意味着大汉帝国完全丧失了主权 已经没有国家政体 7月30日 思考缜密的日本和列强中 有可能报复日本的俄国 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约 以哈尔滨和长春吉林之间作为分界线 确认了各自的权益 同时要求俄国不要干涉朝鲜 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8月1日到9月3日 大汉帝国的军队逐步解散 当时大汉帝国军队的兵力 是9171人 除了仪仗队之外 剩余的8426人 全部解散 在军队解散的第一天 汉城就爆发了叛乱 解散工作秘密进行的时候 世卫队第一连队第一大队队长 朴春焕开枪自杀 得知解散事情的朴春焕的部下 一起返回了武器库 和日军展开了枪战 枪战持续了两个小时 部分战斗直接演变成了白任战 最终呢 大汉帝国的士兵68人战死 100多人复生 日军这边是4人战死 29人复生 逃出来的士兵 被民众藏了起来 之后他们又逃出汉城府 和义兵合流 直到9月3日 各地才陆续的解散完毕 援州 江华岛 中州等地都发生了叛乱 援州和江华岛的叛乱规模是最大的 8月6日 以代理大队长金德纪 特务政孝 敏感号为首的起军 和援州民众一起 与守卫队展开了激战 在击退了守卫队之后 习军兵分两路 由金德纪率领600人 明肯号率领1000人 分头开展 一兵运动 8月9日 以副校 池洪云 严吉宇等人为首的600人 在江华岛反叛 杀死了身为 一定会会员的军手 和日军展开了激战 此后呢 这股乙军也加入到了 义兵运动 军队解散所引发的 小公民的战斗 在朝鲜各地不断的发生 反叛的朝鲜军队 一共死伤1850人 日军死伤了68人 而反叛军队中的大部分人 都加入了义兵组织 也有很多士兵 领了恩赐金 老老实实的解散 但是转过头来 又加入了义兵组织 那么根据第三次日韩协约 朝鲜政府的各部各局 它的实权 都由日本掌握 废除了顾问警察 和李世荆警察 日本警官 全部成为大韩帝国的警官 1909年6月 日本官吏为5370人 而整个大韩帝国的官吏人数 是6837人 1909年12月 大韩帝国的日本警察 是2136人 而大韩帝国本国的警察 是3252人 伊藤博文认为 日本的政策 是让韩国富强 走上独立自卫意图 所以日韩提携 才是最佳的选择 东京朝日新闻 在1907年8月1日 刊载了伊藤统监 达新闻记者团 在这篇报道中 伊藤博文就提到 他反对吞并大韩帝国 主张自制育成政策 不过伊藤博文所说的 这个政策铜有其名 实际上还是让朝鲜 从处于日本 伊藤博文所说的 自治育成政策 实际上意味着让朝鲜 成为日本专属的 排他的领域 而在这个政策中 最本质的一点 就是他虽然主张 朝鲜近代化 但实际上 却阻碍了朝鲜的民族教育 当时爱国启蒙运动 纷纷地设立学校 这是统监府 最不希望看到的景象 1908年8月26日 下发的私立学校令 将私立学校置于学部的管理之下 要求必须使用学部编写的教科书 学部大臣有权关闭 任何学部认为有害的学校 结果1908年 尚有大约5000所私立学校 两年之后 就已经锐减到了1900所 而且呢 官吏和公吏的学校 在日本人的主导之下 强制实行日语教育 朝鲜的实质上 已经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 对于伊藤伯文来说 吞并大韩帝国 只是扬大日本帝国之名而已 他认为日本应该在自治的美名之下 怀柔朝鲜人 允许朝鲜富强的时候 仍然可以独立 这样才是更有效率 不需要过度的依赖 经费高昂的军事力量的统治方式 伊藤伯文认为 以自治作为诱饵 可以让朝鲜各阶层 发自内心的服从日本 但伊藤伯文很快就发现 他的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了 他过于小看了朝鲜的民族主义